记者张晶亚台中报道,解决七楼高低落差及扑面不平情形,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七楼整平计划,都发觉今日在道安汇报指出,自2015年至2018年已向中央争取5900万元补助,市府则投入经费3744万6千元,改善七楼总长度约61642公尺, 今年陆续十座大敦路,台湾大道二段至大敦十二街,公益路二段,黎明东街至京城路,美村路一段,台湾大道二段至五全席路,中山路,亚藤路至中山路二段口,等十条路段,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人航空间,都发觉在道安汇报专案报告台中市推动七楼整平计划执行成效, 说明台中市自2010年起推动七楼整平计划,自2015年起更拟定短,中、长城计划,优先师座城中城区域,捷运路线,主要道路,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等通行需求高的区域, 2015年至2017年共执行21条路段,改善长度约43986公尺,今年将执行十条路段,约17656公尺,合计四年总改善长度达61642公尺。 今年执行的十条路段分别为大敦路,台湾大道二段至大敦十二街,大敦十二街,大盛街至文新路,公义路二段,黎明东街至京城路,新中街,中山路至台湾大道一段,东新路,台湾大道二段至公义路二段,大龙路,京城路至文新路,武全席路,武全路至中明南路,美村路一段, 台湾大道二段至武全席路,玉德路,民生路至中华路,集中山路,亚藤路至中山路二段口,市府副秘书长李贤一指出,七楼属于私有产权,依规定需供公众通行,特性为公用,私权,七楼整平计划需取得住户的施作同一书,因此,沟通成为计划能否顺利推动的重要关键, 市府在执行阶段务必充分与民众沟通、协调,并加强宣导,提高市民接受度